人们的话那是要最自我大的 所以我认为呢 你们都是搞理论的 我认为大家在一块交流没有问题 一开始是有很多方法 人们的话提出来他那些话不能写 不能登 格林斯班的话 可以写的话 但不能写格林斯班 那我都讨论协调的 主要是协调方面 那么那次的 第一次全国的男士 2000年的五月份 那么奠定了中国全国的第一部 这次我讲 我就想到最近 中国政府 对内叫内需 其实也不叫内需 对内叫全球化时代的 区域一体化 叫三体化 对外呢 中国政府讲的 叫全球化 经济一体化的合作 已经顶护出一些 胡锦涛已经定下来了 继续改革开放 继续跟全球化 跟全球接轨 但是这次的中国人 要拿出一套方案 是什么样的全球化 地球是一个的 中国政府也成的 但是 不是一个人的 这个规则不能一个人定 对吧 我参加那个 鸭欧会议呢 那个 法国总统这次的高调 讲的 他说 这个规则一定要 大家重新建立 但是法国 因为它没有实力嘛 大家 完全研究它这个东西 所以 今天跨国公司 与个体直接接手 全球联网 与地域 社会公民 这个非民主化的现象加快 我再讲一个 离散民族的概念 这里 那么全球化的版图 法国政治学院 最近在这个全球化的版图 我看了 有一位写的非常好 讲的地理 讲的市场超越国际 因为 全球化不是说 它是跟市场人在一起的 今天全球化 为什么它是 取消利用的 现在信息 误不由全球化 它在全球化互动 它的城市非常便宜 包括货币 包括货币 我们就讲得非常精彩 到底这个货币怎么用 比如说 我们也都改为一马 是吧 现在是 到底是美元 还是欧元还是日元 现在是 互相比 谁比谁糟糕 谁都好 因为日元不行 欧元也不行 欧元应该有一国主导 现在比较比较还是美元 但是美元 大家原来都能相信 因为它原来 已经跟黄金脱钩了 但是为什么还相信 因为它强力 它强力 美国的综合实力 美国的国际化 美国的海外资产 没有各种非常强力 但是中国现在呢 我也提出了 不用搞黄金嘛 黄金现在也搞产业 现在中国也在搞黄金产业 现在是在一个 全方探索阶段上 到底是哪个体系里头 那么 1999年起了 我们也开始全球化的 出户的准备 二十年内 现在我们回顾 英特兰的发展都快 我说你怎么想到 跟美国对接 他说一开始 我也不是搞商业 他是搞物理对撞 他是中国科学物理对撞 他说我们当时看不到 研究物理对撞 所以就利用了 也利用了高科技 他中国 第一个英特兰的发展 也不是考不到 什么英特兰网 他这个英特兰网的用途特别大 中国的英特兰网呢 当时有些微博赛 是巡视中国的 他说我就是因为搞高科技 看不到 但是连到以后 没想到中国整个网线 在全网 所以到1994年 流感性的温室 加快了吸气流量 随后引擎宽带 即使大大提到啥 但是中国的互联网安全 开始讨论 因为我跟中国研究互联网的 四月份 我们召开了全网时代电子商 组一了中国电子商品牌 然后中级总理也指示 说不要跟美国都来都去 干净 东南亚 中国十三亿 印度 加在一起二十多亿 再加东南亚三十多亿够 咱们就搞一个东南亚的细节化 所以我们觉得当时很有意思 中国这些具体的技术性的论坛 也使我们更加认识这个全球化的 它不是一个空洞 它是整个建立一个全球化的软件平台 第一个就是别人盖上这个平台 接着是Google平台 接着是Cisco Cisco最近很有意思 用了十二亿元金 在印度 成立了全球化的中心 然后它突然就开始 成立了叫全球化执行掌握 它要摆脱美国的体系 因为张森当时 让中国人都不太欢心 你看Cisco这次一遍 它说我的全球化中心 上的印度 从一开始它也被探索放在中国 我说到中国还需要 这是这么个批诺 所以很长的程序 最近社会在中国 我爱人国 我的户口 我的外交权 我的公民权 我参与这个权利款以后 那马上就离散民族 那有没有这个公民权 因为连续众议都肯定可以 它没有法律的这种制度 去定义 支持这个公民权 所以现在呢 全球化学者的研究 这个建设这个理由 那全球化是以全球化的完美 全球化的适合 我在十年前 八年前我的书写到 如何适合这个全球化体制 如何适合这个背负 因为这个全球化 跟国家的全球化有比较 国家有国家的法体制 它是国家主权的运动 现在大概走了22日 一百一十十 一千多线 我一直走到西藏底下 这种信息的事特别怕 就像 你这北京是全球化 你到了云南岛的其他地区 茫茫的一片 就像萨子、戈尔 还有代理宗的原来 我跟新华社 你说怎么这么多管 你这边就像伤不一样 你这是一屁一架